大家好,Bantman,GM洞水玩这个 乐高洞森系列拼气包 30622Mappo 小丰的南瓜公园 这套我真觉得乐高洞森系列迄今为止 出过所有套装里边 最合适的一套了 别人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拼气包呢 是我在乐高店买这洞森系列套装的 送的,免费的,不花钱 而且在德国这边呢 即使你想花钱买 它也只需要花2块9毛9欧元 3欧元不到 相当于我们就按8算 1欧元是8块人民币 3824才20多块钱人民币啊 里边呢就给一个 动森的这个乐高小人 哇塞 真的是太超值了 你就别说动森系列 还给这小动物了 就在普通的拼气包里边 2块9毛9都是很合适 很便宜的价格了 里边呢有一张这个小说明书 确实啊 这个拼气包零件数也不多 所以说明书呢 也就只是一叶小纸 大家都是冲这个小峰 Mappo这小人去的 先把这个小熊 给它组装起来 小熊这大饼脸 看着确实挺可爱的 而且因为它也是小动物嘛 所以它脑袋上呢 也有个小洞 跟我们上期介绍的这个音音啊 或者西施惠啊 不同的是呢 我们小峰用的是这个小短腿 比西施惠和音音呢 都矮一截 而且小峰这腿呢 没有转轴 所以呢也不能动啊 但游戏里边设定呢 其实小峰就比较矮 所以这里用小短腿也算合适 说实话 目前为止 第一批这个乐高出的 所有的动森系列的 这个套装啊 真的都挺不合适的 感觉价格都偏高 而且呢 它这个套内的内容设计 也都过于简单了 真的是买这个系列 主要就是为了动森这小人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不想靠满赠 毕竟呢满赠 你还得花钱是吧 你不想靠满赠 就想直接喜欢这个小熊 Mapple 小峰 想买 花两块九毛九 三欧元 24块多人民币 也算合适啊 也算合适 可以试一试 对吧 上手试一试 但是但是 我也有所耳闻啊 国内这个小黄鱼平台上面 这一套30662的这个拼气包 能卖到200块人民币 还有标300多人民币的 我的妈呀 这是疯了吗 这又不是什么限定版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非常非常普通 而且在拼气包里 都算便宜的拼气包啊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积木块数也不多 也不是限定品类的 这么一套拼气包 这是 这是期货可居吗 我觉得这真不是期货可居啊 真的是别去当这个韭菜去 估计有同学校说了 啊 你这在德国 又不在国内 这边是卖的便宜 两块九毛九 30多人民币 你也不想想他 为什么卖这么便宜 因为他本身 就不是一个限定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走大量的东西 国内现在没有 以后还没有嘛 这种拼气包在市场上 肯定会慢慢慢慢多起来的 你何必现在花这个冤枉钱 去买个这玩意儿呢 我说那句话 东西呢 是人家的 人家愿意标多少钱 人家自由 人家标500块钱 标600块钱 标1000块钱 人家随便 那人家自由对吧 钱呢 花得起的人 花多少钱都随便 你愿意买就买 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纠结 哎呀 我很喜欢这个小熊 哎 但是呢 我资金的手头又没有那么富裕 我不愿意花这么高的溢价 去买个这么便宜的东西 那你大可以等一等 等一等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 这套呢 并不是什么限定的拼气包 量也不少 等一等 量肯定会上来 价格肯定会下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过个半年你再看看什么价格 对不是这玩意儿白给你都不想要了 下期给大家介绍这个设计异常简陋 但价格依旧高昂的Nook商店 感谢同学呢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 对这期视频呢 一定要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大冤种朋友 别让他去当这个韭菜 买这么贵的拼气包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